国宝一百 渐渐精彩 今天去大同博物馆 在二楼的一个重要展厅里 是魏都平成 一进去 有件国宝级的文物 你一定不能错过 这就是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墓板七华 红红的特别鲜艳 你走进去看到就发现 展前上写着三个字 复制品 那为什么真品不让你看呢 是因为这件东西太娇贵了 年代也长 有1500年的历史 这组木板七华就是七七 那七七我们都知道 它要依附于一个戒指存在 一般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依附于木头 木头本身 欲湿欲干 就有抽脏 就会使七爆裂 慢慢七就会脱落 脱落了 这东西就没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复制品 那么真品在哪呢 就在大同市所在的省会 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着呢 正是因为这件文物木胎七七的这个特点 它不能长期的展出 它跟书画一样 只要暴露在光线下就会老化 老化了呢 就会变脆 就算你不碰它 它也会变碎 所以你看啊 一般的长设展里呢 像这种1500年前的七七和宋元的书画一样 都是看复制品 真品只是偶尔拿出来 让你看看 那么明清以后的七七呢 它展出的问题就不大了 所以常年就可以在博物馆展出 因为它的年代非常近嘛 那么司马金龙墓的这个墓板企划是怎么来的呢 那故事呢 就要推到1965年了 50多年前 深秋的一个下午 山西省大同市东南方 有一个叫石家寨的地方 这里的村民呢 要打井 过去农村啊 深挖的时候一定是打井 比如房基地啊 一般就挖个一米左右就够了 中国农村过去盖房 没有人挖地下室 那么这井打下去呢 就挖出了这么一个古墓 村民们实在居住在这 可从来不知道这块还有一墓 这是谁的墓呢 什么时候的墓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连串的问题都出来了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停了手上的活 上报有关单位 大同市博物馆接到报告呢 就赶到现场 当年冬天就开始清理 这座意外发现的古墓 一直到1966年才最终发掘完毕 经过发掘 发现这座墓呢 早年被暴掘过 即便是这样 墓里仍然发掘出 大大小小多达 454件文物 这数量还是很多的 随着文物清理工作的展开 墓主人的身份逐渐就明了了 他是北魏时期的狼牙王 司马金龙 这是怎么弄清楚的呢 是因为墓志出现了 上面写着呢 考古人间在墓里 一共发现了三方墓志 两方是墓主 司马金龙的 一方是跟他合葬的夫人 击臣的 通过解读墓志 我们知道了这位 狼牙康王 司马金龙的很多信息 细算起来这夫妻俩 可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 司马在复兴里呢 比较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 像司马有名的人很多呀 第一个要数司马迁了 写过史记 第二个就是司马相卒啊 还有司马光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 历史上的两进政权 也就是东进西进 就是司马市建立的 那么司马金龙 正是西进宣帝 司马懿的弟弟 司马奎的九世尊 到了他的父亲 司马楚之 原本是东进的高官显贵 为了避免东进的霍乱 在太长四年 也就是公元419年 降与北魏 之后为北魏效力 非常忠勇 当年征战在外 镇压反抗 受封狼牙王 背书里有一段 关于司马楚之的记载 说楚之后上 诸王女和内公主 生子金龙 自荣则 这就是司马金龙了 这样史书上的记载 就跟木质对上了 这位狼牙王司马金龙 于北魏孝文帝 太和八年呢去世 这一年呢是公元484年 与他同葬的夫人基臣呢 早他十年去世 死于北魏延兴四年 也就是公元474年 这俩人生活的年代 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了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狼牙王夫妇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座古墓又藏着 什么样的国宝 这好多问题 都能从这墓里发现的 木板七画上找到答案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国宝北魏时期 司马金龙墓 木板七画 帝王将相 巨王仪 政务不言 有玄机 这木板七画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2002年 它就被列为首批64件 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目录 这64件中 还有我们前面讲过的 陶阴鼎 曾侯以边中 同奔马 金履一 长信公登 五星出东方的 知锦护壁等等 这些 可以说 渐渐称得上国之重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细看 这件木板七画 木板七画 发现在通往 司马金龙 幕后使的永道上 它长了 82厘米 宽 40厘米 厚 只有2.5厘米 看着这个尺寸不大吧 但这只是留下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这些木板七画 只是物件 它本来应该是用 多块木板七画 组成的一组红漆彩绘屏风 每块木板七画 当时是用笋帽连接的 维合成一个屏风的结构 从现存的这块 大小来看 这屏风原来的体量 应该还不算太小 屏风最早在先秦就有了 那是称之为乙或义 说完解字里解释 说义 乙也 就是靠着的意思 这正是屏风最早的用法 荀子里说天子 居则设张荣 负一而坐 到了汉代史记里又有记载 孟长军呢 适刻呢 坐雨 而屏风后常有事实 主记 君所雨 客雨 这就是说 屏风后啊 有一秘书 负责促记 这就说明了 屏风的叫法 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 而且你看呢 这屏风起的作用是遮挡 跟我们现在说的屏障 是一个意思 屏风发展的高峰期 在战国到汉代 它的主要功能呢 是表示主位 当时的人都席地而坐 现在我们家里 都是满满当当的 当时的人家里都特别空 所以得割一屏风 表明主人的位置 所以你今天看啊 国家领导人接见时候 身后总有一大屏风 没有屏风呢 也有一大屏块 但到了魏晋的时候 屏风的形式呢 就变得多种多样了 从理智中强调的尊位 被一支屏 又发展到 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 小曲屏的式样 这式样就多了 有时候还会跟床榻结合 成为中国人最早的家具之一 原创于这一时期的 女史真土里 也有人们在床榻上 放置屏风的描绘 而且你细细的辨认的话 就能发现 画中的小曲屏上 也有绘画 这正和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 木板漆画用法一致 可见当时的这种 带屏风的榻呢 是非常的流行 那么 所谓的木板漆画 是指这屏风的 主要制作工艺 它实际上是一种 漆漆工艺品 漆漆我们在前面说过 取天然漆树产的漆液 反复刷在 胎体表面形成漆膜 就可以长久保存了 防腐耐用 胎的用途广泛 木胎最为常见 也有皮胎的 竹胎的 金属胎的 那么 木板漆画 顾名思义 这里使的是木胎 所以 司马金龙墓发现的屏风 只有局部和一些彩绘漆的碎片 就解释得通了 即便漆很耐辅 可在墓里的环境 实在是潮湿阴暗 又经历了1500多年 能保存下来 一部分已经相当难得了 可见当时的漆工 十分了得 你看啊 凡事都是相对的 我们说漆漆耐辅 利于保存 是说他和其他材质 像丝绸啊 纸张啊 木材这些做比对 看他当时使用的情况而言 那比漆漆还稳定的材质 当然也有啊 像金银石玉啊 这些都比漆漆更耐火 漆漆工艺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 随着工艺不断进步 人们发现 如果在漆里加入啊 带有明显颜色的矿物质 就能够改变漆的颜色 这件木板漆化的红色 就是漆里加了朱砂 调出来的鲜红色 漆化上的彩绘 经专家检测 使用的都是矿物质的颜料 比如勾勒 啊 龙阔的黑色 使用的是碳黑 碳黑也是古代制作墨的主要材料 漆化上使用的黄呢 既有磁黄 还有熊黄 古代绘画里 熊黄用的少 磁黄用的多 磁黄是绘画里常用的黄色颜料 因为它稳定一折 发色明亮 磁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用法 古人写字用的纸发黄 在古代呢 发明一种纸呢 它就叫硬黄纸 写错了字呢 就用磁黄本的图一件同写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口磁黄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方法在孟西笔坛中就有记载 既然这是一幅彩绘漆画 那么就一定会有内容 墓葬发掘是出土了五块 木板漆画 但残存的程度不一 考古人员发现 出土的漆画都是双面的 正反面都画有内容 所有朝上的一面呢 保存的都比较完好 色彩艳丽 内容大多可以辨认 但那些朝下的一面呢 就没这么幸运了 因为潮湿 漆画表面剥落很严重 几乎看不出原貌了 颜色也不如正面那么明艳 经过一番修复和研究 这五块中呢 有两块可以拼合 合上以后呢 前面后面的内容就完整了 再加上对其他单独几片的研究 很快发现了木板 漆画上是一个有意思的布局 帝王将相 巨王仪 正物不言 有玄机 漆画的一面画猎女故事 另一面画古贤世纪 两侧的画面都是从上到下分四层 每层高19到20厘米 人物事件就画在这个区间里 每幅画旁边都有提及加以说明 这样就把每幅画的主题交代得清清楚 司马金龙墓出头的所有的文物 木板企画带的信息是最多的 为什么他带的信息最多呢 因为我们原来讲过呀 所有的信息都不如文字信息准确高效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因为它表达清晰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木板企画上 都给我们讲了哪些故事 看看你们能知道几个 先来看保存的比较好的上面 也就是表现猎女故事的一侧 最上面的第一幅能辨认的是 关于顺帝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 顺的父亲古手和弟弟向傲田井 企图杀害顺的故事 第二个是顺的后母放火烧领仓 想要烧死里面的顺 第三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顺和他的两个妃子 鹅黄女婴 下面这三个女子拱手站着 旁边写着他们分别是 周太江周太任和周太寺 这个故事就叫周氏三母相传 他们都是周朝的三位贤母 第三幅的主人公是春江女 和他的母亲鲁诗春江 要表现春江教导女儿 最后一幅大家比较熟悉 雀念之德的典故 说的是汉重帝时 宠幸班杰鱼 皇帝邀班杰鱼一起成年 班杰鱼不仅推辞了 而且还劝谏成帝呢 做一位贤德的君主 不贪恋生死 这四个故事的内容都记载 汉代刘相所作的列宇传 汉代流行用京史故事做绘画题材 魏晋时期社会沿袭汉风 也非常提倡这些 为的就是起劝戒教化的作用 七话另一面的四个故事都是古贤世纪 第一幅不好辨认 其余三幅从上到下有李冲修妻奉卿 素食善斌 如李薄冰 如林深渊 这里面教化的意图和另一面的猎女故事一样显而易见 这时如果你拿顾凯之的女史真图和这组司马金龙木木板七画方的一起比对 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表现妇女衣饰布脸细节等处非常的相似 人们常用春蚕吐司来形容顾凯之 绘画中的线条精妙 我们今天介绍的木板七画也有同样的功能 关于线条在中国画里的重要性 我们在前面讲李公林创作的五马图时就说过 那么前有顾凯之 后有李公林 中间还有一位出唐严厉本人 也必须要说一下 就拿他创作的历代帝王图卷来看 他在画中创作的人物 衣饰和司马金龙木板七画的笔法构图上都有相似之处 线条同样明快到位 那么从顾凯之到严厉本 再到李公林 这样从魏晋到唐代再进入宋 中国画的灵魂以线条形式的一脉相承的就传袭了下来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顾凯之严厉本李公林 他们都是世人画家 何为世人呢 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呢 做画是他们的职业 但司马金龙木的木板七画 不可能是顾凯之亲手画的 他们出自将功之手 那么在中国绘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 北京时期正是绘画注重实用的将功绘画 向艺术化更高的世人绘画过渡时期 司马金龙木的木板七画 就是这个时期重要转折的见证 因此称它为国宝 当之无愧 我们在人类的早期文明 文字还不够普及的时候 读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化的表述 风水轮流转 今天又回到了读图时代 现在很多人甚至不愿意买没有插画纯文字的书了 所以历史上我们由读图时代走向了读字时代 但这些年由于视频和图片的发达 导致我们又回到了读图时代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人类的文明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1500年以前的一扇语封 提供了无死众多的故事 这些故事看着很难 实际上它包含着内容特别的复杂 但我们想着 历史上这类作品在那个时期一定是很多的 但保存下来的旧人 所以 一根部 国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